圣经微波 欧伯萍牧师每周为你介绍圣经知识 刻画入眉 发挥眉言大意 激活你爱读圣经的心志 为什么罗马书的目标是为了宣教呢? 在我们一般读经的印象之中 这个罗马书很有系统很有逻辑 这样去讲述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什么一回事 甚至去讲述上帝的救赎世界的计划 不过我们就越来越发觉 其实罗马书写作的基本的原因 第一动机就不是写本来是教义的书 不是他怎样仔细去演绎这方面的真理 原来保罗经过了若干连日的传福音之后 特别是解决了教会某些都很棘手的难题之后 他回望一下自己的工作 就发觉他的足跡几乎已经踏遍了 这个地中海东部的地区了 于是他志在四方 他很希望能够去到远方 去地中海的西部 那些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去传阳福音 甚至去到地中海的最西部 就是今天的西班牙的地方 我们的圣经的翻译叫做士班牙的 当他要去这里的地方的时候 他就要想到后面的支援的问题了 原本对保罗最大支援的 第一就是猜险他的安提科教会 除此之外他后来建立的 这个肥立比教会 都是他的很大的支援 这两间教会成为他最大的鼓舞 不过他想到如果他继续去 这个地中海西部的时候 以当日的交通状况 这两间教会很难很难 再对他有个紧密的支援 于是他要找一个在中段地区 地中海的中段地区 又有实力的又有深的教会 成为他一个新的支持 那就很自然放眼 影响这个首都罗马的教会了 所以他写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 一方面固然是罗马教会 也都有一点难题 所以他写这封信去调解 去说明一下 但除此之外他还很希望这间教会 能够认同他这个宣教的心志意念 以至成为他的支持 所以罗马书的写作的动机 很可能是为了宣扬宣教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多谢owse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